这样的盐鸡鸡每天能卖两到三百只 如果你想学看看我怎么做吧 这是一只鲜花小母鸡啊 它养了210天 像这个母鸡它是吃鲜花长大的 所以说叫鲜花小母鸡 这只母鸡原价109 打了折还要79块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鸡值不值啊 首先我们看一下鸡不能买太肥的 太肥它就是圈养了 这种是走地鸡 可以看一下鸡的腔糖里面 不要有太多的油 这种走地鸡它经常跑来跑去比较瘦的 能看到吗 是没有什么油的 只有一小丁油 这种鸡就比较好吃 因为油太多会腻 来这只鸡我们先给它洗一个澡 洗澡去除它身上的杂毛 这个不是冰冻鸡啊 它是新鲜的母鸡 今天早上刚杀的哦 冰冻鸡是做不了这个圆鸡鸡的 做圆鸡鸡的话瘦身一点的鸡就特别的好吃 洗鸡的时候把这个鸡嘴扣开 鸡舌头 我们给它捋一捋 鼻孔 可以看到啊 这小东西扣出来 看这个石囊有没有清除干净 要把这个石囊清除干净 有的没有清除干净 有的拉断了 如果看到有淋巴的 把淋巴拨出来啊 没有的话就不用了 导入少量的粗盐啊 用这个粗盐 给它搓一个枣 去除这个鸡身上的屎皮 让它更加的干净 鸡的时间 我们来调一个 盐鸡鸡所需要的香料 两颗沙姜 一根香菜 一把小葱 把葱根先去掉 我们只取葱头啊 把香菜头取出来 我们主要就是用香菜头 像这些 我们留着来做粘料 把这个葱切碎啊 切得越续越好 香菜根也一样哦 把它切碎 沙姜 把它切碎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调个味哦 放入适量的盐 一勺糖 胡椒粉 一勺我们自己做的榨蒜酥 放一勺82年的花雕酒 把它倒入罐子中啊 倒入点清水 用破碎机给它打碎啊 来把倒好的 这些酱汁倒出来 待会儿我们拿来腌鸡 腌制了五分钟咯 就给它洗一个澡啊 用手伸入这个 鸡的肺部 把它那个肺抠出来 看有没有肺啊 来我们再次检验一下 是不是已经冲干净了 冲干净就OK了 多洗它两次 给它洗干净 干手筋或者是厨房纸 给它吸干水分 也可以用电吹风 吹干它哦 里里外外都要给它 水分吸干 来 现在我们倒入刚才调好的料汁啊 继续给它做个全身按摩 头头巍巍 手手脚脚给它按摩啊 然后另外一半 再倒入这个鸡的腔膛里面 特别是鸡胸 和鸡腿的位置 给它多按几次 这样才能更好的入味 按好以后 把这个鸡脚 撒进去 像这样子给它静置 一个小时 让它腌制入味 腌制的时间到 我们给它清洗表面 记住是清洗表面啊 不要洗到里面哦 洗干净后 控干水分啊 准备一只 149抢来的茅台 用茅台给它抹一下 茅台盐鸡鸡 一定要放茅台啊 这样才够香 来 给它摸一下 好了 这两个脚 给它收进去一点 就OK了 这个时候我们准备 盐鸡鸡的专用纸 把它包起来 包成像这样子就OK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炒盐 把锅烧热 盐出盐倒进去 要大约3-5斤盐 我们开始炒它 把盐炒热 大火就翻炒它 我们需要用这个盐的温度 去烤它 把这个鸡彻底的烤熟 这个就是古法盐鸡鸡的做法 当然现在很多盐鸡鸡 已经不用这种做法了 都是 用蒸锅来蒸 或者是用水煮的形式 做成了盐鸡鸡 这样就没有那么好吃 用盐的做法呢 它做出来的盐鸡鸡 就比较干生 来 听见它哔哩巴啦哔哩巴啦响 这个时候 盐的温度就够了 把这个盐装盐起来 来我们准备一口小一点的锅 就不费太多盐 把一部分盐垫底 把这个鸡胸部的位置朝下 放好 再把这个热盐迅速的放上去 把盐堆满之后我们开火 开中小火不要开太大 把这锅盖盖起来 让这个鸡在里面慢慢焗 焗它半个小时左右 焗的时间已经到了 就把盖子打开 把这个盐剥开 哇 这个盐焗鸡它是非常的香啊 来接下来我们给它拆油脂非常的多 非常的丰富 看到吗 热气腾腾的盐焗鸡 完完全全是用盐把它焗熟的 现在的盐焗鸡它很少用盐来焗熟了 因为它非常的浪费材料 它也比较耗食 大多数都是用蒸 或者是用水 来把它焗熟的 一般盐焗鸡是不需要长成小块的 直接用手拉就可以了 盐焗鸡呢 我加入了茅台 使它更加的高端 更加的香口 替大家试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我们盐焗鸡千万不要煮过活 它的骨头有一点点红 那是刚刚好的 非常的香口 用盐焗它有个好处 盐它能够吸收鸡的水分 它使得鸡更加的干香 好了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的视频 请帮忙收藏订阅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我们再见